最近在公众号看了这样一篇文章 我以为这又是什么营销号的鬼才写的骗流量的东西 但是我考证了一下 发现原来这事居然是真的 而且主使者居然是NASA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曾经和NASA 时间剥夺计划同时进行的 但更加难以让人接受的科学研究计划 跨物种交流计划 大家好我是老科 旁边是跨物种研究者小青 NASA开始搞生物学了吗 他一直都在做的 这个计划起源于一位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家 约翰·C.莉莉博士 莉莉是第一批认真研究动物智力的科学家之一 她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关于猫和狗的智力 很快她就明白 如果她想在动物王国里找到真正的智能 她就不能研究猫和狗 智能 智能 她就不能去只研究猫和狗 因为猫和狗和人类差距太大了 她必须去研究大脑像我们人类一样大而且复杂的生物 事实证明 评比海豚是一种完美的选择 它们不仅在圈养环境中表现良好 而且他们的大脑比人类还大百分之三十 那就是他们的脑容量其实比人类大哦 他们的脑体重比虽然比我们小 但是比黑猩猩大 与我们大约两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相似 这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结论 他让约翰·莉莉认为 海豚可能不仅仅是聪明的动物这么简单 而是可能是有认知能力的动物 于是莉莉的注意力就从猫和狗转向了海豚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一件事情让他的研究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从研究动物质力变成了建立跨物种交流 这算是这样的 一天他在一个海豚水池边 与研究人员讨论一些测试结果 这个时候附近的一只海豚开始模仿它们的声音 就感觉是莉莉在和一个研究人员交谈 旁边有个海豚在那 看我看我 我也有意见要发表这种感觉 那只海豚就不停的引起它们的注意 感觉要发表什么东西 这个海豚的行为就启发了莉莉 那因为莉莉已经确信海豚其实非常聪明的 那有没有可能建立跨物种交流呢 莉莉就决定将研究重点 从一般的动物质力研究 转向了更激进的目标 与海豚直接交流 在1961年的时候 她发表了一本书 名为《人与海豚》 书中发表了她迄今为止的所有研究 但这不仅仅是她的实验的重述 其中还包括莉莉对未来的猜想 她在书里边说 终于有一天会有一只会说流利英语的海豚 可能会在联合国担任要职 其实不奇怪 根据银河系销量最好的旅行杂志 银河系漫游指南的资料 在地球上人类的智商排在第三 海豚排第二 明显莉莉博士是懂银河系漫游指南的 排第一的是谁 但莉莉的书还是吸引了当时不少的科学家 就包括传奇天体物理学家弗兰克德雷克 这个名字大家都应该很熟 因为德雷克今天最著名的就是德雷克翻尘 这个翻尘是用来测试或者预测 我们银河系中有多少先进文明数量的翻尘式 德雷克确信 约翰莉莉在海豚交流方面的研究 与他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密切相关 1960年的时候 就在莉莉出版他自己这本书的前一年 弗兰克德雷克完成了 他第一次现代的对外星人的搜索 奥斯卡计划 开启了人类在太空中寻找智慧生命的真诚 但是他不仅仅对寻找外星人感兴趣 他还想和外星人建立接触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如何和一个经历文化语言 甚至是构成元素 都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外星人建立起交流呢 这是个大麻烦 德雷克就认为 与海豚建立交流 是一次与外星人建立交流的练习 这很重要 这就像啥呢 这就相当于叶文杰研制制积义解系统 所以呢 德雷克就决定 说服NASA去资助莉莉 进行跨物种交流实验 也就是人类和海豚的沟通实验 这可能是他想要和外星文明 达成某种联系 然后在地种上做的一个实验 提前那个预言了嘛 而且投了一大笔钱 你知道吗 大量的资金就投给了莉莉 让莉莉博士在加勒别海的 渗托马斯堡 构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虽然是个外表很不棄烟的实验室 但是莉莉希望这个实验室 很快能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发现地 这个实验室 正对着海岸 楼上是办公室 楼下 也就是一楼 是个游泳池 每次展潮的时候 游泳池就会自动的补充海水 它被命名为海豚脚 于1963年完工 同时莉莉也组建了一个 由顶尖科学家组成的顶尖团队 开始研究人类与海豚的直接交流 在这个项目进行几个月后 我们的主角 女主角才出现 是一名叫做 玛格丽特哈尔的 单地的年轻女子 玛格丽特对这个加勒比海岛上的 秘密的海豚研究实验室 非常感兴趣 据说那里的人和海豚住得很近 玛格丽特就不请自来地去了海豚脚 她在那首先待了一整天观察海豚 并且草草地记下了大量的笔记 然后在那天晚上 与研究人员进行分享 玛格丽特当时只有22岁 非常年轻 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自然学家培训 但是她非常有天分 她对海豚和他们的行为 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评论 以至于她单产就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且不是普通的工作 莉莉最终给她分配了整个团队中 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角色 成为海豚的英语老师 其实教海豚说英语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类和海豚的构造 千天构造就不一样 不是发音 不是发音 海豚没有声带 所以平常我们听到海豚的叫声 是海豚通过把空气 从他们的气孔里面挤出来 发出的 类似于拿了个气球 吹满气 然后把气球开一个小缝 然后那气从气球缝里面 哀哀哀出来的那个声音 对就是那个声音 你想如果 充满气的气球 你要通过空气挤压 发出 好啊又是什么感觉 可能最多只能是音调上的 我也觉得 但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有牙齿 然后舌头和声带 才能发出我们的语言 对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莉莉养了三只海豚 分别是西西 帕梅拉和彼得 但是玛格丽塔 几乎就只负责和彼得一起工作 彼得是里面最年轻的一只海豚 它没有经历过任何人类的训练 就是直接抓来天然的一只海豚 彼得说我谢谢 他真的要谢谢 你知道吗 为啥后面会讲 一开始 他们课程进行的还是非常顺利的 彼得虽然不能发出那种 很标准的单词发音 但是他还是能够模仿 玛格丽塔的说话的一些方式 还有一些这种 发音里面的曲折变化了 但是玛格丽塔就觉得 这个他现在的实验效果不好 玛格丽塔觉得 这是由于自己和彼得 还是有隔阂 彼得没有完全融入 人类社会导致的 于是他自己就提出了 一个非常激进的解决方案 玛格丽塔觉得 要想弥合人类和海豚之间的距离 他必须拆除 人类和海豚之间的天然屏障 因此在珍得莉莉同意之后 他就对整个实验的一楼 进行了反水处理和改造 改造了啥呢 他首先改造了一个更大的水池 注入海水 然后他在这个水池上 安装了各种反水的家具 反水的电话 反水的书 反水的桌子 反水的椅子 然后从天花板上 掉下来一张桌子 桌子上是他平常用来吃饭和看书的地方 在这张桌子的旁边 垒起了一个高台 这个高台上面铺上了船 完成这些改造之后 莉莉和玛格丽特就建造了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海豚人类混住公寓 这晚上一翻身 不就下去了吗 那个船还是大的 那个船还是大的 不至于下去 你知道吧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面 玛格丽特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 007的和彼得待在一起 尽管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彼得的进步没有什么起色 他还是虽然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指令 比如说吃东西啊 跳或者是怎么翻身的这种 简单的指令 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复杂的人类语句 也没有办法发出那种标准的音域 音来 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虽然学习没有进步 但是这个时候 彼得开始有一些奇怪的行为 彼得先是对这些学习 开始越来越反感 他不想上课 他只想和玛格丽特逆在一起 不是一会儿 而是无时无刻的想和玛格丽特逆在一起 产生了爱情 真是真是 那就是当时的研究人员就觉得是彼得对玛格丽特产生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你要说爱情吧 夸不准 但是不是爱情吧 很难解释 据玛格丽特回忆啊 这个时候彼得似乎有了人类的感情 比如说当玛格丽特假装在一盘接电话 还不理彼得的时候 彼得就会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会对着玛格丽特大叫 甚至对她喷水 而且呢 彼得会用各种方法和动作来吸引玛格丽特的注意 据玛格丽特回忆 这个时候 他自己已经觉得 感觉自己不再是跟一个动物相处了 反而是感觉在被人骚扰 你懂得那种骚扰 感觉彼得对他出现了兴趣 这个时候啊 彼得会经常游到玛格丽特的拴腿之间 甚至有时候彼得的那个部位还会在玛格丽特面前勃起 这个能拨吗 但是玛格丽特还是人嘛 他还是会把每次都会把彼得赶走 在采访中啊 玛格丽特还是表示啊 彼得特别喜欢和他贴在一起 他会在玛格丽特的膝盖上脚上手上摩擦 这好像是海豚是爱的一种方式 是啊 对 就是 玛格丽特没有拒绝 就是玛格丽特说 他没有觉得不舒服 但是他觉得这一刻十分珍贵 很温柔的一刻 但是这些行为啊 明显是干扰了实验的进度了 因为彼得不喜欢学习了 彼得的兴趣完全在玛格丽特身上 而不是在英语单词上面 有研究者就建议啊 说啊 彼得现在已经是一只成熟期的海豚了 但是这种成熟期的在游泳池里面 就只有玛格丽特一个人 没有雌性海豚 是吧 得不到 是吧 所以才会这样 对 于是玛格丽特和莉莉就决定 把彼得和另外两只雌性海豚放在一个游泳池里面 可是呢 彼得表现的不像是一个球偶期的雄性海豚 他对另外两只雌性海豚完全无视 而只是想腻在玛格丽特身边 还挺专情 对 但是实验还是要继续的啊 为了让彼得 为了让彼得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英语上面 而不是玛格丽特上面 玛格丽特不得不用手 你懂吧 而且不是一次 为了实验拼吗 而且不是一次 这不是最悔三观的 待会有一个更悔三观的 不过即使如此 实验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NASA对实验结果也非常不满意 莉莉对于海豚的研究也走向了极端 甚至开始用LSD等精神的药物 不过海豚并没有在药物刺激下 变成会讲英语的外情人 反而让莉莉染上了毒瘾 他们那个药物成瘾 对 莉莉药物成瘾了 在1966年的时候 NASA见到无药可救的莉莉 最终决定停止了这个实验 实验结束后 三只海豚被移送到 迈阿密的一个小型研究所的水箱里 见不到玛格丽特的彼得 开始的时候非常暴躁 他开始不断的喊玛格丽特的名字 不吃不喝 撞击游泳池的墙壁 连续几天见不到玛格丽特 他这个彼得就开始消沉 似乎就是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 然后潜入水底 不再上来换气 在工作人员的几次扳助下 彼得还是选择沉到水底 不再呼吸 最后活活的把自己给憋死了 这只叫做彼得的海豚 为这场跨物种的爱情自杀了 殉情了 大多数人都靠谱 是吗 你看人家都专一 是啊 但是玛格丽特嫁给了实验室的观看摄影师 那是人还是得跟人在一起 而彼得就成了这场跨物种的罗密欧和朱利叶里面 唯一的受害者 好 最后有三观的地方 来吧 时隔50年以后 玛格丽特将当年的实验详情过程披露给了BBC 随着BBC的报道 另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情况出现了 一个叫马尔科姆布伦纳的人 也联系到BBC 他说 他当时是逆里参事的海豚训练员 而自己和一名 一个 一位 或者一头叫做多力的磁性海豚 保持了长达一年的特殊关系 尊重祝福 马尔科姆是男的 谢谢 他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据马尔科姆说 这一切都是他主动的 对 他勾引的我 这一切都源于这只磁海豚对他的兴趣 磁海豚多次向马尔科姆表达了希望发生关系的意图 好吧 怎么表达的 谢谢 而马尔科姆也就顺理成章的陷入到这场跨物种之恋里面 这是现实版的女追男格层杀吗 对 差不多 NASA的实验是不是都受到了诅咒 好 我这儿要再提一下实验的主导者 约翰·莉莉 这或是个奇葩 大家知道吧 虽然他没有演《水行物语》第三部 不过呢 不知道是他嗑药嗑多了还是怎么着 他和他的媳妇在1976年突然提出地球人你们太天真了 你们的生活都被控制着 你们被一个叫做地球巧合控制办公室的组织控制了 他们遍布宇宙 地球有地球巧合控制办公室 太阳系存在着太阳系巧合控制办公室 银河系存在着银河系巧合控制办公室 宇宙存在着宇宙巧合控制办公室 是的 莉莉你是懂银河漫游指南的 最诡异的是 就这东西还被开发成了一款游戏名叫Echo 回声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觉得这个实验室最令人发指的实验之一 最毁三观的实验没有之一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伤害了海豚 是啊 有一只海豚 其实那三只海豚后来过得都不怎么样 你知道吧 彼得自杀了 另外那两只海豚所在的地板是 迈阿密的一个小型实验室 那个水箱特别小 它可能过得也不好 对 特别小 几乎没办法游动 然后那两只海豚也就在那 就没一段时间就去世了 嗯 它本来可以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生活 是啊 对啊 然后 至于多利益 我不知道它怎么了 还是雄性海豚比雄性人类靠谱 这种感觉是吧 是吗 你看那个人 你看勾引的我 最后对人家负责了吗 也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